海鷗救難隊天心血 EC-225成軍 在雷虎小組七彩煙幕開場下 空軍向歐洲直升機公司 採購的三架EC-225救護直升機 經過半年訓練 昨天正式成軍 總統馬英九搭上禮車教越機隊外 還特別坐上EC-225 聽飛行員介紹功能 EC-225救護直升機 機艙內有輔助系統 可微調直升機的方位方便救援 還搭載各種醫療設備 可在機上進行急救 成軍之後 可大幅增加海鷗中隊救援能力 既然有新夥伴加入 老弟兄也不能丟臉 用高超的飛行技巧來展現實力 同樣贏得滿堂財 不過EC-225隸屬嘉義基地 卻遺失台北松山基地舉行成軍典禮 創下不在部隊原駐地舉行的首例 有軍官私下批評 國軍成了馬匹軍 國防部則解釋 這是為了讓北部民眾 了解壯盛軍容啦 眾新聞開馬匹养升官報導